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下酒下饭菜家常豆腐 咸鲜入味,让您在家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一块正经的老豆腐对角切开 再横过来切成稍微厚一点的薄片 这样切出来的豆腐就是小三角片 容易入味又好看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配菜和小料 尖椒或者青椒清洗干净 去紫去瓣 从中间切开,以分为四 丝配丝,片配片 做饭的规矩不能变 豆腐是三角块 尖椒同样切成三角块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小块紫色的洋葱 同样切成三角块 少许提前泡发好的木儿 斩成小块 小料准备少许蒜片 大葱切成小葱花 五毛钱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兑一个碗汁 碗中放入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勺蚝油 半小勺毛毛盐 半勺白糖 再放入一勺干淀粉 加入一下碗清水 用勺子把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做小宽油 开大火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180度左右 油热以后 放入切好的豆腐块 在锅中炸制 刚开始下锅 先不要着急搅动 豆腐定型以后 再扒拉开 全程开大火炸制 开大火把豆腐块 炸至碎满金黄 外焦里嫩 豆腐炸好以后 准备好的配菜 放到照理里面 炸好的豆腐连通油 倒入油罐中 用热油 泼一下配菜 这样可以减少烧制的时间 如果您感觉油炸不加常 在家里面做 也可以采用油煎的方式 锅中留少许底油 热锅凉油 放入肉片 在锅中煸炒 开中火把肉片炒香 把肥肉炒出油 肉片炒至卷起来以后 放入一小勺豆瓣酱 开中小火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随后 放入准备好的蒜片和葱花 继续把小料煸炒出香味 沿着锅边 烹入少许料酒去香风腥 放入豆腐和配菜 这时候改开大火快速翻炒 刚才漂好的碗汁 再搅拌一下 倒入锅中 开大火烧一两分钟 把豆腐烧入味 汤汁烧至粘稠 豆腐不能干炒 需要烧至以后 才能更好的入味 汤汁粘稠以后 就会包裹着豆腐 这样吃起来更加有滋味 出锅之前 拎烧鱼香油或者葱油 翻炒均匀 起锅装盘 一道咸香入味 下酒下饭的 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简单的家常菜 不一样的味道 学会的家人们 点赞收藏 分享一下 有时间做起来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